文章来源自由时报 2016年国际太空站阿尔法茨普仪AMS-02合作研究团队 侦测到异常数量的反害核 这无法用标准模型物理学解释 现在科学家表示 这些反害核可能是假设中的宇宙火球的证据 据生活科学Livescience网站25日报道 国际太空站ISS上的阿尔法茨普仪AMS-02合作研究团队 在八年前侦测到异常数量的反害核Antihilium nuclear 这项发现挑战了对宇宙的基本理解 更可能揭开新的物理学奥秘 据报道 宇宙中存在着物质与反物质 当它们相遇时会发生湮灭化作能量 理论上宇宙诞生之初 物质与反物质应该各占一半 但我们所见的宇宙几乎只有物质 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反物质 试图解开这个宇宙之谜 阿尔法茨普仪是一个大型的粒子侦测器 安装在国际太空站上 用以研究宇宙射线 2016年 它侦测到数量异常多的反害核Antihilium nuclear 这无法用现有的物理模型解释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研究团队在发表于6月21日的物理评论地 Physical ReviewD期刊的新研究中 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反害核Antihilium nuclear可能来自于一种神秘的宇宙天体火球 火球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充满能量的反物质区域 可能由暗物质碰撞产生 暗物质是一种神秘的物质 构成宇宙物质的约80% 但它不予光相互作用 因此无法直接观测 当火球碰撞时 会释放出大量的反粒子 包括反害核Antihilium nuclear 这些反害核会穿过宇宙 有些会抵达地球 被α磁浦仪侦测到 这个发现虽然令人振奋 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科学家将继续分析数据 并进行更多研究 以确认火球是否存在 以及如何产生反物质 此外国际合作的通用 反粒子浦仪GAPS研究计划 已将在今年发射一个气球 到南极洲上空 以侦测包括反害核在内的 反物质宇宙射线 这项研究可能提供更多线索